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经济发展不能破坏自然 而应该在保护自然的金属上 去合理地进行发展 纸上得来终结前 决志此事要恭喜 绿水青山为中国美术学院的青年师生 提供了广泛的施展才华的舞台 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社会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文化艺术的进步结合起来 把自然的山水变成绘画的语言 致敬改革开放 拥抱美好生活 古人说 纸上得来终结前 决志此事要恭喜 就是强调实践对于人的学习 成长进步的重要性 我们学院的艺术人才培养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就是重视实践育人 那么我们学校 在育人的过程当中 每年都有学生下乡实习采风 这对我们的学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特长 和社会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文化艺术的进步 结合起来 为社会做出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我们这一辈人呢 都是比较80后啊90后 对山上劳作这一块呢 可能慢慢地不太适应 虽然是山里人 但是也是有这方面的缺陷 就是说干体力活的话 真的不如我们父辈人 这一代人 他们那么辛苦 那么辛勤的劳动 包括今天打山河堂 所看到的这个场景啊 它也是从一步一步 为什么 因为人们当品尝到 这个山河堂的时候啊 他们是不知道 这个是怎么样产生的 为什么一清山河堂 能卖到这么高的价格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所付出的 农户所付出的 这个劳动啊 是非常辛苦的 从我们的生态环境 所带来的丰厚的收益 生态环境好了 来旅游的人多了 那么你的土特产 销路远远大于过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个理论已成为 我们今天社会主义 经济条件下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人文观点 就是经济发展 不能破坏自然 而应该在保护 自然的金属上 去合理地进行发展 保护更能够 产生发展的效益 所以这个理论呢 我觉得对中国 整个社会实践 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 在艺术学习的过程中 在学生 在美院学习的过程中 下乡实践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学生来说 应该是打开学生 观察世界的一个窗口 同学们要在老师的启发下 学会用自己的眼光 去看待这个世界 只有一个艺术家 把自己的身体 先借给世界 最后你才能在你的画面上 表达出这个世界 整个习总书记到这里来的时候 是2005年 我们渔村比较富裕一个城 他来调研 根本我们富的在哪里呢 我们有水泥场 有社会药 什么矿山 根本他看到一个矿山 这批毛子都死掉了 根本习总书记呢 他说要把这个矿山 水泥场把它停掉 为什么要感悟六水青山 根本一直在老百姓呢 也富裕了 感觉到呢 这个环境也好了 根本所以呢 我们就是在一层啊 考察的人也比较多 那么考察的人也多 我们更加要搞好 因为全国各地都来了 都来看你们这个城 这个面貌 为什么他们搞得这么好 我们这代人啊 是见证 分享 改革开放 重要成果的一代人 更应该是强国的一代 绿水青山 为中国美术学院青年师生 提供了广泛的 施展才华的舞台 千尊千尊基层服务 也是中国美术学院青年师生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八八战略 争作乡村振兴 排头兵的最好的课堂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 参与建设美丽浙江 创造美好生活 和全国人民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征途中 共同奋斗 中国美术学院青年师生 大有可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